对到台北通勤通学的金融市民来说 除了火车外 国道客运是最主要的搭乘交通工具 不过日前国王客运却突然公告 7月1号起取消行驶中正信义两区的1813支线 行进安乐区的1814线 在台北市的部分下课站点也同步取消 引发通勤民众不满 纷纷向市议员陈勤 1813市中正区以及信义区 通往台北市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通勤工具 那国王号在一周内就即将要停驶 其实对通勤的族群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很多市民朋友跟陈宜服务处反映 1813到6月30要停驶了 那对很多上班族的民众来说是非常不方便的 因为他们都是要坐这1813到台北到内湖来上班 立法院蔡世英在接获市议员反映后 紧急找来公路总局 台北市区监理所与国王客运进行协调 最后确定将维持原路线及下课站点 我们也特别有找了国王客运 跟公路总局来做后续的沟通跟协调 那我非常感谢公路总局跟国王客运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密集的协调 以大众运输旅客用路人的权益 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1813跟1814 原来有公告撤销或者停止的部分 那国王客运已经将相关的资料都下架了 那未来会继续推动 那我们希望7月1号 1200首都通TPass月票 开始执行的时候 这些路线 所有基隆的用路人 基北北桃交通平权都能够一起来实现 蔡世英非常感谢国王客运的配合 也以此为案例提醒公路总局方面 要辅导其他客运业者 让7月14日的TPass 及北北桃1200元通勤月票 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满足更多通勤民众的需求 记者张旗腾 接下来我们报道 去看我